我又上到叔叔的心房上面来了 然后这一栋是二叔的 他们在镇上面卖菜做生意的 然后这一栋是小叔的 你看还是光庸之家 因为叔叔有一个儿子去当兵的 今天去吃喜酒了 本来我也可以去了 但是我要照顾我爸爸 现在我先煮个饭先 菜就不用煮了 昨天爷爷去吃喜酒还有菜呢 稍微就热起来吃就可以了 趁着这个饭没有收完 我再来餐馆一下我叔叔的豪宅 那差不多弄完了 就差一行小的装修了 看一下我堂地的房间 哇还可以哦 装修的 看一下这个厕所 不错 他们有装修好啊 有时候叔叔晚上做工回来了 他就自己开灯自己贴瓷砖 毕竟我叔叔就是做这一行的 所以说我特别佩服他 白天做工晚上又自己贴瓷砖 上摩顶看看家乡的风景 哦呼 好了看了差不多了下去吧 叔叔有两个儿子啊 一个去广东打工一个去当兵的老婆呢也在广东打工 看一下我们这里的玉米粥 我们这里的玉米粥里面没有玉米的 就是玉米粉弄的玉米粥而已 蛮好吃的不 这个我把这个菜也一起放进去了 放进去热一下 然后你们总说为什么我自己不在家煮饭 第一就是因为我家的厨房已经荒废了 第二个就是因为叔叔平时到镇上面去大棚 以后只有晚上敞回来 平时就爷爷一个人在这上面 所以我就想着时不时买点菜上来跟你爷爷一起吃饭 差不多过年的时候把我妈妈回来了 我就和他一起把厨房弄好了 到时候我们就自己煮了 饭少了现在吃饭 不错 开饭开饭 平时呢都是我跟爷爷吃饭而已 因为叔叔出去做工了嘛 今天爷爷去吃喜酒了 就剩我一个人吃饭了 我吃完之后再拿下去给我爸爸吃 这也是昨天爷爷去吃喜酒拿回来的 哇有虾子我拿一口 嗯味道不错 其实如果叔叔一家人都在家的话 我确实不好意思上了吃饭 但是现在就我跟爷爷一起 然后又可以陪爷爷 我觉得蛮不错的 再来一块大主角 哎呦 香 再来一块大鸡 哎呦 我不是搞错烧鸭 真香 但是爷爷叫了我 他说吃饭的时候就认识吃饭 不要玩手机 所以说我跟爷爷吃饭的时候 我都不敢拿出手机来录像 我家人也整天说过 整天露露露露露露 有个鬼用啊有什么用 正式不做 整天就是露露露 打满玉米粥就ok的 嗯 嗯 好了吃饱了 然后再打包下去给我爸就ok了 嗯 talvez要 training 我是保持有始终 CA 違う八代 记得很老 就很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